这一节课我们来讲一下组件的开关 以后还有文字的一些间距的一些规范 那重点是在例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图标 例如说原来有图标的组件 我们复制过来以后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开和进行关闭 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把那个图标做成组件 而第二个就是它的间距的一些设计 好 我们开始 我们接着来做下一个页面 这一次我们来做产品的箱形页面 还是同样的把产品箱形的页面复制粘贴到这一边去 粘贴到Sketch里面 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 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没有图标的 没有搜索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它稍稍微的改一下 收索的这个图标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选择无 就把它给关闭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是它的产品的箱形图片 产品的箱形图片我们编剧同样留的是355 高度自己去定义 然后给它做居中对齐 然后给它做一个填充 产品的一个填充 可以任意的填充一个你喜欢的产品的样式 和旁边还是做个点对齐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你的图片和高度是在页面切换之中 不会出现高低起伏的效果 这个的高度你可以自己去做设定 或者你做个整数 这样也会比较合适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产品的名称 还是同样的用我们的样式文本来制作 产品的名称可以用大标题来制作一下 不用加粗啊 它在产品的详情的介绍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一点的文字来做 用多少呢 正文14 我们也可以直接例说在网络上随便找一个产品的沙发 找一家的吧 随便复制一段文字就可以啊 因为它们两组是 它们两个文字是一组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的间距做得特别的明显 就是还是间距少一些 才感觉到是一个关联的组的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它有评论的内容 拉一条小细线 给它用个规范的颜色来做它线的颜色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这根线啊 一般正常在一倍率的情况下做的 像素是0.5而不是1 做1的话在二倍率的情况下它显示的就是2 所以一般正常情况 为了保证在二倍率的情况下显示的是1像素的话 我们在一倍率的时候做的就是0.5 加个评论 所以我们在一倍率的情况下 所有的设计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打比方我们离它的间距是一个10的一个倍率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以10的倍率去做设计 由它正式的文字的介绍 我们就在网上随便摘取一段文字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产品是根据最后的情况会做一个调整 我们直接把文字修改它的宽度355 这样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去适配整个文档 最终这里是选择它颜色的方式 这样的话我们还要拿355除以4做一个计算 88 谢谢大家 复制粘贴出来 C和CV 多了13 那就是说88 89 应该是喷度89 好 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来给它 选取一个颜色 产品的颜色 选个漂亮点的地方的颜色 这样一下 假设它有四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去选我们的图标 选一个大高 哦 用一个大一点的高 给它出去中对齐 就用纯白的颜色 加粗一点 当前是一个橘黄色的颜色色 最后是加入购物车 即立即购买 尽量做的和标签蓝是一样的啊 跟它做个底腿切 再把它分割成两段 三七五出二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八 没错 没错 五三八 一八 二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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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